大家好,又回到我們眸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的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鎮別師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迪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我是邦尼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找我們三個頻道 眸向正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希望我們留下建設性的留言 這次我們就說說世界時事都是第一則新聞 消息相當不好 大家沒有以為競選後有新人士、新作風、新氣象 在BNO祖國事沒有的 原來這個幫政府做報告的是英國財政研究所 因為大家很期望大選 變天之後大家都覺得新政、新人士、新作風、正通人魔 對比起原來現在他們的最新報告顯示 就算7月4日後哪個做政府都好 無論是保守黨還是工黨做什麼都好 其實BNO祖國有兩個困難基本上就解決不了 對於民眾來說是很殘酷的真相 而且這個英國財政狀況是70年來最慘的 70年來最慘 即使即將到來的選舉活動當中 所有英國政黨 他贏了怎樣也好 面臨下一屆政府依然是財政困難 原來這個財政研究所所長Paul Johnson 約翰遜 他就說誰贏也好 贏的都是要面臨1950年代以來最差的財政狀況 現在是1950年代以來最嚴峻的挑戰 寄望於新政府奇蹟觀地令經濟增長根本不現實 原來執政保守黨預計 在兩個星期內 工黨也一樣 就會公佈他們的競選宣言 並且開始 當然這個選舉的互相指責complain的遊戲 就開始互相指責對方的計劃不行 其實兩個政黨都承諾穩定 這個國債的比率是GDP百分之100 但是原來兩個有什麼是糟糕呢? 原來兩個殘酷的現實 一就是債台高速 二就是還款成本高 這件事 借債之前借了 約翰遂也說兩黨有三個真正的選擇 一就是按照目前計劃繼續痛苦下去 削減公共服務支出 一就是加稅 加稅保守黨就不做 他說是減稅 他跟世界倒專 現在已經是八十多年來相當高的稅率 或者最後一招就是更多的國債 發行國債債券 但是 是劉子宣 黃的好像說得對 對 他就說 這樣沒有辦法 令到國債 在GDP當中的比例 跌下去 約翰遂就呼籲現在國家面臨 在一個相當艱難的選擇 但是也承認政客 在競選期間 他肯定不會說真話 當然他也不會說選誰 因為他的研究機構要保持中立 我當然會提問他們 但是 他相信政客說的事都說得很大 司法和地方政府等等的服務 已經群頓當中 但是仍然面臨更深的削減接觸 約翰遂說在下屆議會期間 令到國債佔GDP比例跌下來 需要除了國債利息之外 所有支出上息幅度 都是比較小 以及要加稅 那就糟糕了 B&O說你的加稅 記得之前他們說 白明漢沒事 誰說白明漢加了這個 是 Council Test 市證 市證稅 市證費 怎麼會沒事呢 他肯定在其他地方拿回 以及買機場 當然他就說加稅 也希望 香港大量削減開始 大削減開始 民眾很慘 對嗎 資金緊張 公共服務正在崩潰 綜合稅收處於歷史高位 兩黨都被明確的 減少國債的承諾 上所束縛 但是你加國債也很麻煩的 在選後的支出審查當中 希望 削減支出 但不可能的 如果你不削減支出 只可以加稅 加稅的 BNOR 可能 在牙痛的聲音 當然 現在我們非常幸運 有一點增長 但是 之後沒有人敢下官 除了這件事之外 大挑戰 還有就是移民政策 我們鐵批 肯定不會全部BNOR 拿到身份 你信不信? 肯定不會的 不用爭論的 你現在好像是上升到21萬了 21萬 你真的覺得每一個都可以拿得到? 我就不相信 BC 個個都符合資格 Are you sure? 我不信 我也不信 當然現在移民的一個大挑戰 辛惠城 也連來了一個不好的數據 就是英國政府最新的數據顯示 今年一月到現在 已經有超過一萬名的尋求被護者 坐船仔到達 穿越英吉利海峽 非法進入 在英格蘭南部 原來人數 就是 當然人數是厲害的 但是今年 截止到5月25日 因應10,170人 同樣的途徑 到達英國 去年同期只有7,395人 反而越多人來 英國內政部也針對這些船民 有回應 會密切地和法國政府合作 防止他們穿越英吉利海峽 亦要挽救生命 身為宣佈 國會改選的時間 亦表示 非法入境英國的尋求被護人士在大選 是不會依據新法案被轉移到盧王达 這個他一直都推不上盧王达的政策 令人 對他的代表性政策之一產生懷疑 而且你說得很大 也不要這樣說 盧王达的政策不是他發明 約翰遜發明 波羅斯雄森發明 其實在業工黨 目前 民調領先 保守黨百分之二十多 有個人哭 誰 王世七 他是保守黨員 他說自己保守黨員 你也沒有分頭 至於德國能否分頭呢 是嗎 原來 飛機回去 好像你那樣 好像脫勾那樣 你回頭 不同 因為我有個長期地址 我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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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取消了 預計今年的選舉即將 是結束 這個保守黨十四年的執政 工黨之前就承諾 如果獲勝就廢除盧王达法案 或者盧王达法案 非法移民就不會被送到盧王达 改一個方法就是改在邊境安全司法部取代 將警察、警方、國內的情報部門集合於一身 跟國際機構合作防止 這些是人的運送 工黨主管移民事務的人士 Kinnock 他就說 辛惠成政府在解決移民問題上 努力遠遠不足 他也批評辛惠成 將全部精力集中在送到盧王达這個計劃上 但是就忽略了 每個月仍然有幾千 非法移民穿越英吉利海峽 當然之後 工黨上台 移民政策會不會鬆一點 當然是不會 絕對不會 我覺得最後 肯定有些人 就會遣返 你說是不是要去盧王达呢 我覺得行 行不通 因為有很多國際法 那些東西是限制的 所以我不相信盧王达這個 路 是行得通的 但是你只要去盧朱利亞的話 也有機會也不出奇 你知道其實我們經常說 西人他要你的時候 不是官免堂皇嗎 Moto-culturalism 多元化社會 但是他不要你的時候 對不起 好像澳洲這樣退回 申請費給你 我沒有欠你的 我給你錢 但是你欠了別人是他們寶貴的時光 沒有理會你的 你們都把非法疑問 安置 好聽點說 安置在小都 沒有在 澳洲本土 絕對不會 澳洲什麼黨上台都一樣 都是送你去腦腦 或者是 之前發布新基內亞 好 這就是第一則新聞 第二則新聞 哎呀真是幾大話 大家知道 其實德國的火車 出名的是什麼 就是五點晚點 但是這次 比五點晚點 是大獲得多 就是有一個叫做悲劇事故 原來 一輛德國 ICE高鐵就在柏林火車站 碰到一名 女性和一個小朋友 女性當場就沒有了 小朋友就重傷 這起事故 一度造成柏林 的火車站關閉 其實柏林 是歐洲大陸的一個輸入 很重要 很重要 其他吉利喀拉 當然也影響歐洲 一些火車的班次 看看柏林警方 現在針對這件事 就需要調查 看看整件事情 原來一名女性和一名幼童 在柏林中央火車站 被一輛 在德國乘製快車 ICE 碰到的 碰撞 女子就當場離世 兒童就受重傷 這件事故 也造成柏林火車站的 部分區域被關閉 列車嚴 部分班次還要取消 當然 現在這件事件 仍然是調查當中 這名女子 就帶著小朋友 從這個站台爬下路 你究竟有心 還是無意 還是貪快呢 貪快 貪快 我真的見過一次大把授和你說 那個年輕人 在黃金海岸 他真的 說不清楚 我們這些火車站要上了上面的天橋再下來 他就選擇了 是在火車軌道跨過去 我受不了 嚇死人了 不是開玩笑 是沒事 其實他犯了法後來 有鐵路警察拘捕了他 因為你不可以這樣 是啊 太危險了 想起都害怕 不是開玩笑 真的想起都害怕 當然他為什麼要爬下軌道呢 爬下軌道就是被列車碰到 德國的消防部門也說 這是一件悲劇性的事故 當然 他們已經有大批人士趕到現場 消防人員就說 一人被火車碰口 當場離世 另外一位弟弟就傷勢嚴重 現在也是在照顧其他目擊者的狀況 因為有心理的陰影 警方也沒有提供有關這名 婦女和兒童的信息 原來救援直升機也大約20分鐘後到達現場 兒童就傷得很重 亦被直升機送到醫院的ICU 目擊者就說這個弟弟看起來 是不夠 是5歲的 是不夠5歲的 看看 警方沒有說太多資料 因為保護兒童 這個也對 警方 在現場對目擊者進行了詢問 柏林警方發言人說 警方仍在調查CCTV 即是陸像 在進行分析 警方及消防人員就從 在陸像當中 判斷可能女子是自己想搞定自己的 但是還有一個小孩應該這樣做 這些真是 令人心碎說真的 因為 如果他是 小孩的媽媽 那個小孩就沒有了媽媽 是嗎 原來 相關當國外宙的16名目擊者 亦都受到驚嚇 而要接受治療 柏林 是全歐洲的重要交通樓樓 每天 進出人次是三十多萬人次 歐洲其實是很依賴鐵路的 是嗎 既然說 歐洲原來還有一條鐵路 這個就比較 開心一點 是什麼事呢 原來 作為中國和中東歐國家共建一帶一路的 一個標誌性項目 空塞鐵路 即是匈牙利 到塞爾維亞 這個鐵路已經開始投入營運 已經融入當地人的生活當中 現在 原來 他們亦都可以去一場 叫做雪酒就酒的旅行 快切舒適 這也是好事 因為塞爾維亞 和匈牙利都比較近 現在這一段 原來就是塞爾維亞首都貝爾格萊德 到第二大城市 就是諾維薩德 已經圈奮不少了 圈奮不少 2002年 空塞鐵路 塞爾維亞境內貝爾格萊德 到 撒維德斷正式營運 原本九十多分鐘的路程 現在三十多分鐘 也是一件好事 亦都令到很多其他歐盟國家 都覺得 我們也有 你知道歐盟其他國家 跟中國關係一般 你跟中國關係一般 你說得到這些鐵路 或者大家合作的機會 就相對少了 這些就是相互相成 你和我合作 你對我好 我也會對你好的 其實我們中國人就是這樣 所以你經常都說明白 你經常都說 我對你差 我制裁你 你也要開放市場 做生意的 我覺得 沒有這些 我是不明白他的邏輯 你 你打我一槌 不行 你也要跟我做生意的 有些霸道 我打你就可以 我打你就可以 你仍然是要跟我合作的 好 這就是第二則新聞 再一則新聞 就說一下 中日 韓峰會 原來中日韓峰會 今天我們也是 做節目時候 原來就是在舉行 現在 當然 也是中國 總理 李強 就是出席 現在放出來的消息 就說 他們宣佈一個草案 就是反對武力改變現狀 不過 這個究竟 北京會不會簽呢 最怕 你一簽了就說 你不用武力 最怕他這樣搞 就好像架局了 北京放棄武統 當然武統我們不想看到 武統是最後一招 但是不能放棄 否則台獨勢力 的氣焰就會壓不下 中日韓峰會 今天 以及27日 節目出現就是27日 其實 是舉行的 中國總理李強 含韓總統尹錫 日本 手上岸田文雄出席 其實23日 同時外交部也 表示 期望 這次會議會為三國國家注入新的動力 更好實現三國的互利共贏 其實三國領導人 也算是終於恢復了 因為 之前大家知道福島 排放黑污水 就是停了停 三國領導人也再次 關於人員往來 氣候和可持續發展和經貿合作 還有衛生 老齡化 科技轉營 還有在安全問題六大領域縱行討論 台媒說有說台海 但我看到其他的媒體就說 沒有說 一說台海的話 中國肯定會說 這是我的內政 還是台灣自己說 我覺得是他自己的攝石比較多 好大機會 對 我覺得也是他自己的狗說什麼 當然這次峰會也 希望可以令到三個國家的體制完全 合作體制完全恢復 正常化的一個節點希望 但是日韓全面傾向美國的話 中國也很難跟他完全合作 共同社也說 峰會將會討論 這個就有可能 朝鮮 半島核問題 還有導彈問題 另外韓聯社就說政府 就對於南韓被朝鮮 的一系列事件 就會跟中國談談 原來三方 其實對於 全球多重危機 以及維護國際社會 和平 是交換意見 對於朝鮮方面 這三個國家存在 是詫異的 原來韓國的 總統府高官就表示短時間內 對於朝鮮 達成某種共識的存在難度 這個是難的 這次峰會正直是中美競爭家劇之仔 一看 其實一直 都在改變雙邊關係 同時深化和美國的關係 日本的 官房長官林方正也說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在今天和運石越會談 至於越會會和李強會談 就說現在正在協調和努力 他想單獨 你記住他想單獨 北京的外交部也說 中國外交部也說 一體化和促進地區 還有世界和平 穩定和繁榮 所以 台媒說要說 武力改變現狀 我覺得 暫時不會說 還是你自己出來 狗說 應屎應屁 攝錫 如果你剛剛和中國恢復關係 你應該不會說 那麼敏感的議題 應該是從一些 大家共識比較大的議題切入 你覺得是不是 是 你一提到台灣台海問題 好像大家立刻不想再談 尤其是大陸他覺得這是我的內政 他一直都敢說 當然岸田也說 希望三個國家領導人 的峰會可以定期化 並且真的很想和李強在雙邊會議 通過領袖級的會議坦誠交回意見 他也強調 將保持和中國國家主義習近平的對話 早日解決歷史遺漏問題 是構建穩定的中日關係 這個就很正常 其實太近了 以及大家經貿往來太深了 對於日韓關係 黃田文雄也期待在邦交正常化60周年之際 可以簽署是或時代的一個合作協議 看回其實峰會 在安全領域應該不會有什麼大的實質進展 關鍵就是 日韓希望 緩解對中國的緊張局勢 考慮對台海問題 其實是日韓 就算說的話 我也是輕輕說說 我想就是這樣 好,今集節目時間到此 多謝各位 再見